众所周知,随着迁徙年前后的六大花旦 纷纷离朝点TVB开始走向了梅洛 之后虽然又立彭新的四小花旦 尚未可惜影响力已经和六大花旦 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所谓的六大花旦 是指TVB在迁徙年前后最红的六位女演员 她们分别是 萱萱,郭可盈,舌施曼,蔡少芬,张可怡,陈慧山 六人为了竞争,一姐的位置 每年都奉献出诸多经典角色.TVB为了平息纷争 从2000年开始颁发了一个名位 最受欢迎电视女角色的奖项 每年都分猪肉颁给到她们每一个人 直到2006年,六大花旦 已经名存实亡了 这个奖项才重新被定义为一年一个 本期待大家回顾TVB 六大花旦 时期在最受欢迎电视女角色 奖项方面的大PK 从2000年到2004年 萱萱获奖五次 丽亚舌施曼 蔡少芬的四次 是获奖最多的花旦 另外张可怡,郭可盈 陈慧山个两次 基本做到了娱乐军毡 萱萱 现年52岁的萱萱 早在1991年就签约TVB成为旗下议员 从而进入演艺圈 随后,她凭借时装绿证据 一号黄亭寺 而走红,紧接着又凭借警匪剧 《形式真机档案4》 获得TVB事后 在TVB发展时期 萱萱演过太多性格迥异的角色 造型也是一股一惊 塑造了很多港剧经典 再加上她乐观开朗的性格 在圈中拥有好人缘 而且她还是娱乐圈中少有的高学历女性 毕业于帝国理工大学 这些年,她也一直坚持拍戏 总是给大家带去新的惊喜 之前萱萱也在内的拍了 《爱情悠悠药草香》 《听雪楼》等作品 在个人生活方面 萱萱目前还是未婚 也没有恋爱 2009年时她与外籍兽衣One Buster相恋 可惜这段感情仅维持了二年时间 不过,五十家的她状态保持得不错 之前在直播中她穿了一件粉色衬衫 虽然能看出一些岁月痕迹 但气质依旧在线 近日,由网友晒出萱萱素颜逛街的深途 她穿着朴素,背着一个简单的帆布包 透着一股低调沉浸的气质 蛇诗曼 在华语影视圈中 蛇诗曼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演技与实力的代名词 凭借在电视剧《新闻女王》 中的出色表现 她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喝彩 还成功地将三做事后奖杯揽入怀中 这不仅是对她个人才华的肯定 更是对她演艺生涯的一次重要认可 蛇诗曼的演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出生于中国香港的她 早年在瑞士完成学业后回到香港 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并获得季军 这一经历为她打开了演艺圈的大门 然而,与许多初出茅庐的演员一样 她最初的日子并不轻松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坚持 她逐渐在影视作品中展露头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 蛇诗曼的演技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她不仅在古装剧中展现出婉约柔美的气质 在现代剧中也能诠释出角色的独立与坚强 这众多面画的表演风格使她逐渐在众多女演员中脱颖而出 《金之玉念》《使徒行者》等作品 让她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新闻女王》 这部剧可以说是蛇诗曼演艺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剧中她饰演的女主角已冷静、理智者称 但在面对感情和事业的选择时 她展现出了坚定与果断 蛇诗曼将这一角色演艺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既强大又脆弱的女性形象 正是这样的表演 让她赢得了三料事后的荣誉 除了在表演上的出色表现 蛇诗曼在剧组中的敬业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也备受赞誉 她对待每一个角色都十分认真 不仅在前期准备阶段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研读剧本 揣摩角色心理 更在拍摄过程中与导演演员们密切沟通 力求达到最佳的表演效果 这种专业素养和合作态度 也让她在剧组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友谊 蔡少芬 港姐季军出道的蔡少芬 也是TVB的当家花旦之一 出演了《白发魔女传》 《一号黄亭V》 《妙手忍心》 《洛神》等经典港剧 1998年 蔡少芬就凭借《天地豪情》 获得TVB事后 十年后她又凭借《珠光宝气》 中的反派康雅斯 再度入围TVB最佳女主角奖 此后 蔡少芬转向内地发展 因为轻工具 真宣传 中的赴黑皇后一角 收获了一波内地观众的关注 此后 她也出演了《美人无类》 《非常幸运》 《反贪风暴2》等作品 但是近些年的蔡少芬很少拍戏了 她更多的世界综艺节目 还被网友们说她现在是综艺咖 在个人生活方面 她三年内生了两个女儿 又在19年时追生了三胎儿子 产后的蔡少芬状态下滑许多 整个人老太明显 素颜的她面容憔悴沧桑 丝毫不见喜日的女神风采 她之前曾在某节目中 提到自己应该是有四个孩子的 但因为胎庭所以失去过一个小孩 以至于蔡少芬还在节目中伤心落泪 虽然这两年她也在保养 但整个人还是老了许多 张可怡同样是52岁的张可怡 她在1989年因出演电影《英雄本色3》 《夕阳之歌》 从而进入演艺圈之后 她凭借年代剧《男兄男弟》 获得20世纪TVB五大最难忘的女主角奖 2003年张可怡出演了时装穿乐剧《九五至尊》 在剧中饰演女性善良重情重义的吕四娘 并凭借该剧获得TVB事后 前些年张可怡也来到内地拍戏 出演了《陆珍传奇》《风中起源》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等作品 近两年她的作品就比较少了 不过张可怡包养得很不错 面容依旧白细细腻 脸部也没有明显下垂老太 近期张可怡还来内地上综艺了 在《无限超越班》中她一头短发亮相 不愧为昔日TVB最亮短发女神 在《金之玉念》的作品表演中 张可怡饰演的安倩气质依旧 即使过去了18年 她的面部紧致 几乎看不出太多岁月痕迹 不过张可怡现在也是截然艺人 私下里她经常会运动锻炼 也会出去旅行享受生活 她曾在采访中表示 身边的朋友家人都会陪伴自己 所以即使单身也很快乐 郭可怡 港姐出道的郭可怡 因参演TVB电视剧《刑事真机档案》 出演高杰一角走红 作为TVB的当家花旦之一 郭可怡的戏录很广 无论是刚强的职业女性 还是波拉的家庭主妇 她都能很好的拿捏角色 她还在2002至2004年期间 凭借《法网依人》 《俗世情真》和《清除余兰》 三度多的TVB事后 不过现在郭可怡已经不演戏了 她本身就出身豪门之家 父亲是香港富商 留下商议资产和一万塑胶生意 给四名子女 在她爸爸临终前 要求郭可怡回家接管塑胶生意 所以她就回家继承家产了 在个人生活方面 郭可怡与港星林文龙音系结缘 两人在2004年结婚 还育有一个女儿林天若 现在女儿也长到12岁了 从郭可怡之前晒出的照片来看 她保养的也不错 虽然能看出法令文的影子 但整个人神才艺的颇显贵气 和老公林文龙同框时 她们夫妻俩状态都挺抗老的 看起来甚是恩爱般配 陈慧山 陈慧山被称为TVB上位 最快的当家花旦 因接连出演了 《一号黄庭》 《见证实录》 《妙手人心》 《冲上云霄》等经典港剧 一举奠定了她之性 职业的气质和定位 之后 陈慧山离开TVB发展 还曾在内的拍了 杜拉拉生殖记 她与职业经理人 钟嘉宏在美国密婚 怀孕后 陈慧山宣布 吸引回归家庭 没想到在2012年时 陈慧山老公宣告破产 陈慧山只能全面付出工作 但那时她已经退圈 所以去了深圳一家英语机构 叫英语负责少儿英语的教学工作 2017年 陈慧山离开了这家英语机构 回港担任YTV节目监制 此后 陈慧山还动了要回TVB的心思 可惜现在TVB都没落了 2019年 她开始自己投资拍摄提唱 《终身自交》的访谈节目三部曲 放学后 可惜这档节目反应也比较一般 在前不久的视频中 50家的陈慧山状态下滑明显 还被网友们说她现在油光满面的 一看就老了许多 不少网友职户都快认不出陈慧山了 觉得她这些年应该过的也不容易 所以透着一股疲惫感 作为TVB当红时期的当家花旦 这五位女星都在荧幕中留下了经典之作 让人为之印象深刻 不过现在的她们境遇不同 也是令人挺感慨的 希望她们之后能一切顺遂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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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